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这里是孔庆国,蒋永尊 那今天这篮课我们主要还是讲解坐姿的打法 那坐姿的打法呢,其实我们站着的时候 是以两个脚后跟为两个字点,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有两个点,这两个点就是字点 那支撑在地面,这个叫字点 所以你看,只要这个字点不动 只要这个字点不动,那这个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所以可以这样,所以大家要去理解这个原理 那么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是由屁股的两个鼓,鼻鼓为字点 那其实依此类推,如果你躺在这边,躺着那边 同样的是肩胛骨和胯骨这两个字点 所以躺着打也是一个道理 你看这样,一来一去,我们站着的时候一来一去 是靠这个两个点,屁股的两个点 那你躺下来呢,就是肩胛骨 我们可以躺在那里试一下 好,那么之前呢,我们讲的是防守法 防守法,这个拍拍拍 那今天呢,我们讲进攻 进攻,其实很简单 我坐这边 三点一线,肩关节,肩关节,手关 三点一线,打出去 三点一线,打出去 再收回来,打出去,再收回来 那么在打的过程中,看在侧面 肩是不动的 肩是不动的 那同样的,你不要挺胸 你一挺胸,这个力量会把你顶出去 所以还是一样的 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同样的用 之前我教的这个转 转 好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在内容可以打出去 一样的,手放这个位置 这个点不要动 抽出去 抽到哪边 只抽到这个位置 和肩一样 不要太过 太过去位 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抽出去再回来 抽出去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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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力手 那那边